从中国武汉爆发的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持续扩大到本周末为止 全球确诊病例 已经累积超过3万人 死亡人数700个人 台湾也出现了16位确诊病患 面对这起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的威胁 台湾的防疫工作步步为营 原乡风陆族人 该如何做好防范措施呢 请锁定本周六晚上8点的 部落大小声 部落大小声